民進黨立委沈柏洋提出的立委附中納管修法 3號在院會中遭到民眾黨提案擋下 讓立委群情激憤 痛批黃國昌立場轉變 但民眾黨立委陳昭姿 卻跳出來幫忙擋子彈 陳昭姿社群PO文 一堆綠營人士到中國大賺人民幣 請沈柏洋先回去確認民進黨內部 是不是一致都同意他的提案 還稱自己非常痛恨雙重標準 我的國家立場 數十年來迄今沒有改變 但是我們對於這樣子的修法 這個提案的內容粗糙 還有是否能執行感到有疑問 即便強調對國家主權立場不變 更不是獨派背叛者 但網友不買單紛紛留言炮轟 你不是獨派背叛者 你是獨派支持 陳昭姿在發文 PO出民進黨立委賴瑞隆 跟沈柏洋提案版本差異 指沈的版本要將監督行政權的立委 出國申請交付行政機關 審查根本違反三權分立 賴的版本則是主張向立法院報備 並在網站公開 更說民眾黨沒有阻擋賴委員版本 如果今天有不同的版本 那很簡單啊 那不就是要到各個委員會去審查 不同版本之間的衝突嗎 如果動不動就把立委的提案 直接退回 程序委員會等同剝奪了立委的提案權 等於實質的否決了立委的審查的權利 但明明是黃國昌提案退回 但怎麼最後變成陳昭姿黨炮火 其實陳昭姿他的所有的立委辦公室助理 全部是出自前時代力量的黃國昌倉系人馬 那陳昭姿出來回應也是合情合理的 陳昭姿立場從獨派轉變成民眾黨 更黨下攸關國安的修法 轉變之大引發批評 對此陳昭姿在臉書說明立場 並未出免回應 三天室環藝姐由台北參謀道